没有见过的黑白色毛皮 戴维顾请当地人为它先后捕了两只猫熊 为它们取名为黑白熊 然后把标本寄回巴黎 法国人当时看到这种奇特的动物 觉得它就像是化了五台浓妆 太不可思议了 因此就有人说 这一定是伪造的毛皮 后来经过鉴定才平息舆论的压力 猫熊在19世纪被介绍到西方国家时 都只是标本 一直到20世纪才真正有第一只猫熊送到美国 1936年 在美国的一位服装设计师露斯 得知她的丈夫在中国寻找猫熊时不幸病逝 露斯当下悲痛的决定 要自己前往大陆 露斯跟着强岛从上海搭船 沿着长江航行了两千多公里 拐金岭将进入四川的山区 在山区待了一个多星期 她故寝的猎人就捕获了一只小猫熊 从古墨树到一只小猫熊 我必须被悲惊 我还没有移动到Quentin 来到我 把他的手掌握住 小的黑色和白色 把我的衣服捕捉了 路斯不敢相信 他亲眼看到的 就是在西方国家流传了半个世纪的真奇动物 他立刻带着小猫熊搭船回美国 就给熊猫买了一张船票 另外开了一个证明 说他带了一只帕儿狗 带了一只小狗 不是熊猫 当时因为前往中国 猎捕猫熊和真奇动物的人很多 中国政府已经明令禁止带稀有动物出国 路斯后来是花了两块钱美金贿赂 才登上了美国客轮 就这样在中国生活了700万年历史的猫熊 第一次离开中国到西方世界 路斯和小猫熊在美国到处亮相 受到热烈的欢迎 1937年他被送到芝加哥动物园时 立刻成为超级明星 一天最多有4万人来参观 打破历史记录 连著名的盲人作家海伦凯勒 都要来亲手摸摸他 他每一个动作都成为美光灯的焦点 还有鸡尾酒用他来命名 遗憾的是他一岁多就死于肺炎 而也是死后解剖才发现 这只一直被当成雌性 其实是一只弓的 西方世界就这样逐渐认识了 这个中国大陆的国宝